虽然已经进入到传统的东咸期了 但是福建龙岩的老乡们一点都没咸着 最近他们种的水稻和稻田里养的虎蚊蛙 一起收获上市了 在福建龙岩出西村 千亩梯田层层叠叠 金黄的稻碎下 是一群群彪肥体状的虎蚊蛙 这两天稻和蛙实现了同时上市 大概一亩田可以收割稻谷1400斤 产值大概可以达到9000元左右 那那个虎蚊蛙大概我们有1000斤的收入 能卖到3万元 据了解 出西村的水稻种植面积 共有一千多亩 受地形条件限制 无法使用机械化耕种 因此经济效益并不明显 今年在农技人员的指导下 一些农户开始尝试 稻蛙综合种养模式 这些稻田为虎蚊蛙提供了栖息场所 同时 虎蚊蛙还能给稻田 清除害虫 这种因地制宜的新模式 不仅提高了土地利用率 也大大增加了村民们的经济收入 不仅提高了土地利用率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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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靠iversary